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十年之前 2008年12月7号 曾经参加过台湾星光大道歌唱选秀节目的歌手黄世汉 和他的一个姓卢的朋友 约好了呀 一块出游玩去 晚上十点左右呢 这位姓卢的朋友 就到了黄世汉家里边 可是呢 没见到黄世汉的踪影 给他打电话吧 没人接 他就在黄世汉家里边住到了9号 其实啊 早在之前一个月 也就是11月7号 黄世汉就没有去公司上班 公司呢 试图打电话找他 但是联系不上 后来又派人到他位于乌日湘西南路的家里边去看看 邻居说了 这6号晚上十年左右啊 我还看到他回家了 我还看到他回家了呢 7号的时候呢 就看见一个男人戴着口罩 从他们家出来 还提着一只黑色旅行箱 和另外一名男人啊 一块把这旅行箱呢 就扛上一辆货车 我还问他们 我说你们在搬什么呀 怎么这么重啊 那个男人说是在搬运动器材 他们就开车走了 卢先生在黄世汉家住到9号的时候啊 黄世汉的另一个朋友 黄家庆过来了 黄家庆说呀 前天跟黄世汉一起吃饭来着 吃饭的时候黄世汉说了 要北上去找爸爸 卢先生呢 就觉得这个说法啊 有点可疑 于是就告诉了黄世汉的阿姨和祖母 说黄世汉呢 可能失踪了 于是黄世汉的父亲 在11号报案了 警方呢 接到报案之后 调阅黄世汉电话的通话记录 发现他失踪之前呢 跟黄家庆密集的通话 那么这个黄家庆就很可疑啊 于是警方在15号前往中城街 黄家庆租住的房子那儿进行查访 警察去的时候啊 黄家庆呢 正要外出 他先是冒用和他一起租房的 林灵里的身份 警方呢 让他拿证件 他拿不出来 这时候啊 林灵里正好出现了 当场揭穿了黄家庆的身份 警方随后在黄家庆的住处 找到了死者的手提电脑 证件 提款卡 一只黑色的旅行箱 还有一把锯子 黄家庆应讯的时候坦诚说 七号啊 从黄世汉家里边提了一只旅行箱离开 但是他说 黄世汉呢 说他不喜欢台湾 他要出国 正好呢 因为我也是通缉犯 所以他呀 就让我冒充他的身份 警方很怀疑黄家庆的说辞 通过调查 又发现黄家庆 把黄世汉九万块的存款提取一空 还申请了六个手机号码 并且企图用死者的身份 为自己呢 焕发新的身份证 因为照片不符 被识破了 警方认为黄家庆涉案重大 将他暂时收押之后 又拘提了林陵里到案 配合调查 林陵里坦白说 上个月七号下午啊 黄家庆让我到另一个出租屋 我一进屋 我就看见有一死人 口鼻甚血 手脚呢 也有捆绑的痕迹 躺在浴室里边 黄家庆掏出刀子来 逼我协助他分尸 并且恐吓我说 不帮忙的话 下场就会和这具尸体一样 林陵里啊 是学医的学生 他说因为担心遭到杀害 被迫帮忙肢解尸体 因为他有医学专长 用一把菜刀一把锯子 顺着人体筋脉切割 切成头颅上半身下半身 以及四肢对切 十五大块 也没留什么太多的血迹 肢解完 他临走的时候问 这尸体扔哪儿去啊 黄家庆说 丢到溪里边 黄家庆每次警方提问的时候啊 都病泱泱的说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清楚 甚至还编出了多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说 黄世汉搭船出海了 黄家庆呢 得知黄世汉 跟姓卢的这个先生啊 有感情关系 还向警方谎称呢 黄世汉是被卢先生藏匿起来了 但他经过了三次测谎 都没有通过 后来警方在提讯黄家庆的时候 告知参与分尸的林陵礼 已经供出案情了 并且在一栋大楼里 找到分尸的出租公寓 查到了分尸用的锯子 锯齿上 肉屑送到了公安部门 检验DNA 证实是黄世汉 警方为了突破黄家庆的新房 于是安排林陵礼 和黄家庆对质 对质的时候啊 黄家庆还说呢 我身体不舒服 我要坐轮椅 律师呢 拒绝响应 黄家庆看到林陵礼的时候 情绪激动 林陵礼啊 就在那劝黄家庆 赶紧认罪吧 看能不能逃过死刑 因为林陵礼指正立立 加上警方出示 他住处浴室水管内血迹反应等证据 黄家庆突然情绪崩溃了 他说 好了好了好了 我全跟你们说 我带你们去 随后 警方压着黄家庆 林陵礼 终于找到了装着尸块的两个黑色塑料袋 虽然只有脖子到腰部和部分的零碎尸体 不过分尸现场采得的血迹 已经证实是死者黄氏汉的 整个案件才真相大白 可这时候 黄家庆说 黄氏汉不是他杀的 而是自杀的 原本呢 他们两个是约好了一起殉情的 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 据嫌疑人黄家庆交代啊 他说黄氏汉不是他杀的 他跟黄氏汉原本约好了一起殉情 黄氏汉先注射药物之后死亡的 黄家庆一看黄氏汉已经没有气息了 吓呆了 原本是要一起死 但是没勇气了 这才找来林陵里一起把黄氏汉分尸 装入了黄氏汉家里边的大行李箱 再以一千五百块的代价 雇用货车司机把黄氏汉运到了他刚租下的公寓 分尸之后的尸块呢 分装了五个大塑料袋 带到了领东科技大学后边的山里边 扔到草丛里了 但是警方啊 对他的说法 有很大怀疑 认为他避重就轻 此外 警方发现黄氏汉的皮肤疑似有过被烫伤的痕迹 怀疑致死的原因还有一些其他的外力因素 可是黄家庆就声称 黄氏汉是注射牛奶加肉松药物之后死亡的 当然说的这个牛奶加肉松呢 他不是真的牛奶跟肉松啊 是镇静药物 说急诊室里边都有 警方也没听明白 不了解这是什么 他呢 还让警方啊 上网去找 说药店里边买就能买到 并且这两种加起来 药效很强 这黄氏汉是家里边的独子 求学的时候 曾经参加过超级星光大道的初选 演唱了一首 往事就是我的安慰 一鸣惊人 其实黄氏汉啊 确实是有着这种同志的感情啊 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卢先生也是黄氏汉的情人 但是黄氏汉呢 却经不起黄家庆在交友网站的诱惑 而又与黄家庆交往 落入了杀人的陷阱 他的父亲黄沐成 在出事之后啊 接受采访的时候 还抱着一丝希望说呢 我一直在等 等着是不是有人打电话来 说绑架了我儿子 我们好付出赎金 直到三个小时之后 接到警方找到尸块的通知 希望破灭了 几块 儿子失踪一个多月来 尽管不利的消息一一传来 但在没见到儿子尸骨之前 他不放弃任何希望 他接到通知第一时间 问了去几块 接着就急忙要去现场 警方呢 怕他情绪失控 就没让他过去 黄沐成说 好好一个儿子 再陪到大学 竟然被分尸 这不是任何人可以接受的 他的死 是我永远的痛 黄世汉 十月靠近张化县 一家大卖厂工作 卖厂的主管说 黄世汉能力好 人员也好 看到客人呢 会主动的打招呼 他呀 是很有上进心的员工 领导呢 还想提拔他当储备干部 单位啊 也希望奇迹能出现 没想到 全都落空了 黄沐成说 儿子失踪 儿子失踪三四天的时候 他每天打儿子手机 至少五十遍 都没回应 却接到了他儿子 回的一条短信 短信上说 我很快就会回家了 他觉得不对 就用短信 回复了一条 你若不回电 就要报警 黄沐成说 现在看来 是有人预谋的 假传信息 面对残酷的事实 他希望警方 还给他儿子一个公道 我们再来说说黄家庆 24岁 高职一业 后来呢 他在交友网站 认识了当时 就读医药大学 六年级的林陵李 林陵李啊 自称是台北医药大学的学生 两个人呢 也互相承认了 同性之间的这种恋情 进而一起交往 并且 在林陵李的出租屋那儿 正式统居了 黄家庆从高职时代起呢 就饱受排挤 加上曾经犯过盗窃 妨害自由罪 被判过缓刑 后来呢 又因为盗窃 诬告等罪 被起诉过 面临缓刑被撤销 将入狱的这种压力 加上自己的性取向的问题 他呢 就想冒用别人的身份 避免被击查 黄家庆认为 杀人 在冒用对方身份 是一劳永逸的办法 他曾经找上台北的一名男士 被识破了 第二个找上的 就是黄诗汉 黄家庆为了杀死黄诗汉 先是要求林陵李提供他药品 好在学校做实验 林陵李呢 为了彻底摆脱他的纠缠 竟然也提供药品 参与整起案件 黄家庆 先向黄诗汉说 自己是医学系学生 等到俩人熟悉之后 他对黄诗汉说 你啊 当一下我们 药物实验的实验对象 报酬呢 是八万块 还让黄诗汉 签署了一个 药物实验同意书 黄家庆听从林陵李的指示 将足以致死的肌肉松弛剂 呼吸压抑剂 混合掺杂 注射到了黄诗汉体内 看见黄诗汉呈现死亡状态之后 还打电话给林陵李 确认是否必死无疑 黄诗汉死了之后 黄家庆又另行租房子 把黄诗汉的尸体啊 以黑色大型行李箱 搬到了出租屋里 黄家庆林陵李 为了毁尸灭迹 先用电锯菜刀 把尸体肢解成了十一块 再淋滚烫的热水 使血水凝固 由黄家庆外出丢尸块 林陵李呢 负责看管尸块 导致迄今为止 没法拼凑出完整的身躯 黄家庆也开始进行冒用黄诗汉身份的计划 盗刷他的信用卡 并且呢 还把他的存款都提出来了 又拿着黄诗汉的身份证和自己的照片 申请焕发新的身份证 护证人员发现长相不一样的时候 黄家庆说呀 我整过刑 所以呢 前后照片不一样 但是遭到了护证人员拒绝办理 这变身计划就没有成功 在警方审讯他的过程之中 黄家庆还一度装成癫痫发作 骗警方让他住院 不过呢 他也因为饱受杀人的这种身心压力 在看守所里边 每天是又拉又尿 常常大晚上的在那哭 说黄诗汉来鬼压床 在警方要带他去弃尸现场的时候 他还因为脚软得坐轮椅 警方表示说 很少遇见像黄家庆这种冷血杀手 虽然警方把他的谎言一一拆穿 但他始终否认到底 警方甚至找来了黄家庆的祖母等等家人 怎么劝也没用 涉嫌协助分尸的林陵李呢 是台湾中部某医学中心的实习医师 他的老师同学们一听说他涉案了 都很惊讶 一名主治医师说 之前他才跟我的门诊呢 每天都正常到诊间来实习啊 他真的参与分尸吗 林陵李的父母也无法接受 养了二十几年啊 看不出他有同性恋的倾向啊 林陵李的母亲说 我儿子经常有女孩在追 也带女朋友回家过过夜 我不相信 这么斯文的孩子 怎么会是同性恋呢 更不可能参与分尸案呢 林陵李的父亲得知儿子被收押 赶紧前去见了一面 他父亲说 父子相见的时候 儿子抱着他痛哭 向他保证说 没有参与杀人 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势下 被迫协助分尸 林陵李告诉他的父亲说 知道与同志同居是错误的 早就想摆脱对方 但摆脱不掉 自己也长期陷入痛苦 没想到没有摆脱 最后还诸下大错 他的家人们 一直都以为他是一个人 租了一个房间 每次回家 也都说自己一个人住 直到接到学校通知 儿子与人同居出事的时候 他的父母都没法相信 可林陵李的同班同学说 大三大四的时候 大家就差不多知道 他的性取向了 看他交往对象呢 多数是跟校外的男性朋友 走得比较近 至此 我们知道了 黄家庆所说的 黄世汉和他一起注射药物 殉情等等说法 根本就是一派胡言 2012年3月23号 法院一审认为 黄家庆仅仅为了逃避现实及责任 就长期精密策划杀人计划 心态险恶 侦察中对案情须于尾仪 毫无悔意 还想假装 还想假装精神疾病 企图获得减刑 又杀害被害人后 分尸 弃尸在不同地点 以致被害人的身躯 无法被完整拼凑 因此 判杀人罪 判无期徒刑 剥夺公权终身 林灵理 因为损坏一切尸体等罪 判一年四个月 缓期五年 林灵理犯案之后 被开除学籍 他提起行政诉讼 要求撤销学校处分 回复学籍 他说 黄家庆威胁要公开 他是男同性恋者 又打他 他才配合犯案 以赔偿家属250万元 台湾法律部门认为 林灵理 以医学知识 偷药 分尸 以失去当医师的 基本道德 并损害校域 判决拨回 至此 台湾歌手分尸案 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 大陆